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到位啊 再来 我们这么干 计算机能不能计算出来吗 那时候我们打球那真的是什么都可以 但我们心里边有健康 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海曼的魔高 总有一天我超过的 姑娘们 好好地享受体育的本身 我闹到证明给他们的所有人看 中国人 放心地去打 放开了打 破出去打 球可以输 人不能输 中国女排是 中国女排 没有你 没有我 只有我 夺冠 夺冠一开始是准备在国庆党上映 但今年国庆党竞争非常惨烈 不过有趣的是 这些电影大部分都是几个演员自己打自己 算上夺冠 今年国庆党还有我和我的家乡江子牙及先锋一点这道家 等七部新片 其中黄渤出演了夺冠和我和我的家乡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 由巩力 黄渤联手的夺冠之战 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排精神 由陈克星指导 巩力 黄渤 吴刚 彭玉唱等联媚主演的电影夺冠 本来是2020赫岁党的票房重磅 却没想到被场疫情索扰 终于在等待了半年多之后 再战国庆党 并于9月25日全面开化 成为了这个国庆党的首部大片 这股不服输又好胜的气势 也确实相及了我们的中国女排 打敌就是圣不娇 戴不奶的精气神 电影夺冠能够供应 其实内里是有些坎坷的 比如片名 原来叫中国女排 比如在开篇 介绍最强女排团队的时候 据说是有备注每个人的名字的 只不过在如今公映的版本上 只有郎平的名字被提及 当然 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变动 相信大家也多有听闻 想想也确实有些唏嘘 毕竟到了今天 我们虽然在不停的呼喊开放 包容 自信 但是对于电影 电视剧这样的文艺作品 依然需要更客观与宽容的态度来直面 整部夺冠 就是围绕拿第一 这件事来展开的 虽然中国女排从八十年代 已经突起 连获五连贯震惊世界 振奋国人 但回望这三十多年来的女排之路 其实异常坎坷 有连续十多年 与世界冠军无缘 我们的记忆 始终停留在女排曾经的辉煌 却很不愿意去直面 女排衰落的原因 难道仅仅是缺乏天才队员吗 幸而 夺冠给到了很多真实有益的解读 夺冠共刻画了中国女排这些年来的三场赛事 虽然相对而言 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女排的发展历程上 确实最难忘的 主创团队在这么多场的比赛中 进行了最大刀阔斧的争选 但影片的落脚点 无疑是很稳健的 其一 是女排参加世界大赛前 与江苏男排的比赛 其二 是1981年女排赴日本大战上届冠军 同时也是东道主的日本女排 拿下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锦标赛冠 其三 则是经过了多年的成绩 再邀请到已经赴美执教的铁狼头 狼屏之后 带领新女排成队在2016年的巴西里月热内卢 与女排竞旅东道主巴西队的惨烈厮 观影之后 再回望这三场比赛 各有侧重 比赛结果对于女排 对于国人 也意义各不同 但是若要总结一下会发现 都是围绕着一个突破展开 第一场 女排战胜男排强旅 是经过不让薛梅的士气振奋 第二场 首获世界冠军 从此开启五连贯的光辉历程 这是一场开启 中国女排时代的标志性比赛 第三场 则是代表着中国女排的再次奋起 如今我们再来看待这些比赛 确实需要更具发展性的眼光 老女排的成绩 是用汗水泪水 甚至是生命听出来的 而新女排 则是更加系统 合理的运用到了世界最先进的训练方法 与战术方式 所以 看过影片之后 战台风也会问到自己 究竟什么才是女排精神 百科上说是 扎扎实实 情学苦练 无所畏惧 顽强拼搏 同甘共苦 团结战斗 刻苦钻研 勇攀高峰 但战台风以为 影片夺冠中的终极阐述 除了勤学苦练 顽强坚韧之外 更重要的 则是与时俱进 总是背着获胜的包袱 总是成王拜扣的观念 总是用制度来束缚竞技的成就方式 无疑都是阻碍现代化体育发展的质固 看过女排之后 相信大家不仅在一次被我们的 中国女排所感动 所振奋 更多的是 从片中郎平的身上 感受到一种更昂扬的生存能量 更普世的价值观 之于比赛 之于人生 这个世界 是始终在前进的 而我们的生存 也是如女排们一样 逆水行中 不进则退 人人内心都始终怀有一个 博冠的新器儿 才不会被这个世界 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关注订阅我们频道 给大家带来更多影视电影报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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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